前NFL球星涉嫌酒驾之一女子被烧死 或面临50年监禁 北京时间12月16日 据俄罗斯媒体2T报道 一位内华达州验尸官表示 前NFL球星亨利拉格斯20涉嫌酒后驾车 导致一名23岁的年轻女子 在车祸后被烧死在车内 年轻女子名叫蒂娜停托 报告称 她和她的狗在激烈的撞车事故中丧生 警方称 在撞上停托驾驶的丰田Refs之前 格拉斯的科尔维特 一直在限速45英里每小时的区域内 以156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超速行驶 剧烈的车祸导致停托的油箱破裂 导致她的汽车燃起大火 将停托和她的金毛猎犬MAX烧死在车内 她还补充说 导致她死亡的其他重要因素还包括 吸入燃烧产物 鼻鼓骨折 右侧肋骨 左前臂和骨折 她的死亡方式是偶然的 现场的一名消防队长坚称 车厢内的任何人都无法存活 随后的测试显示 撞车后不久 拉格斯的血液酒精浓度为0.16% 是内华达州法定限制的两倍 据报道 拉格斯在现场拒绝接受酒精测试 但在后来被送往医院后 还是遵命照办了 据这场深夜车祸的目击者称 他们听到了从停拖车内传出的尖叫声 但由于大火和浓烟弥漫 他们无法尝试营救 拉格斯和她22岁的女友琪阿拉 在车祸后均因不明原因的伤势而住院 拉格斯曾在阿拉巴马州度过了非常成功的学生时期 在2017年还赢得了全美冠军 此案初审定于3月10日举行